你把这几道题再看看 你之前不是没时间叹气 而是没遇到能让你叹气的事吧 俊儿 你这个学习太多 你是不是在学校恋爱了 我没有啊 你太笨了 连谎都不会散 我真没有 你上次请假说学校有事 不能来给我上课 我问过舅舅 那天学校根本就没事 你最近总是安生叹气 魂不守舍的 不是恋爱 那就是失恋了吧 是我小妹妹 是我亲妹妹 她跟她同学有点小矛盾 不过现在没事 四成 小矛盾能让你叹气 谢谢 其实 是她有早恋的倾向 幸亏我及时发现啊 我是担心她同学和老师 对她有看法 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我还担心她将来 在情感上会吃大亏 你为什么要担忧将来的事呢 那我问你啊 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早恋 那有没有恰好时间的恋爱 有没有晚恋 那不叫晚恋 那叫黄昏恋 恋爱就是恋爱 喜欢一个人是没有早晚之分的 有时候 只是遇到的人不对 有时候 是遇到的时间不对 要是能在对的时间里 遇到对的人 该多好啊 一辰哥哥 你有没有恋爱过 你有没有那个 对的时间里对的人 我没有 明天是我生日 你来我家陪我吃饭吧 好不好